哈嘍,大家好,我是VN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秘營世衛的抽卡記錄 沒錯啦 要來開抽我們的新角秘營世衛 沒錯,雖然說 這貨抽起來是真的有點 也是啦,心痛的感覺啦 不過,跟各位講,有個好處 現在這個時間點,人ㄎㄎㄎ的 正好抽起來沒有太大的感覺 反正人ㄎㄎㄎㄎ的 對,沒錯 腦袋CPU目前極低運轉率當中 沒錯 這樣比較不會覺得自己現在正在做傻事 對 那至於可能有人沒看前瞻吧 或許吧 但是我猜有看前瞻跟有看抽卡記錄的應該是同一批人 那個觀看數字相似 為什麼會說抽秘營世衛可能需要ㄎㄎㄎㄎㄎㄎ呢 秘營世衛啊 陸服 陸服稱號啊 武士尹啊 其實 其實秘營世衛如果有風起來整體來講 就是 完美表現 呃 我上上支也是保底啊 上一支沒保 那條橫槓是要消了沒 我要截圖做封面啊 反正 保底 保底對我來說已經是八月的日常了 然後社群就直接發了一篇很臭的貼文 保底是日常啊 跟富邦的比富邦的勝場還要少啊 不對 如果保底是日常 那是跟富邦的敗場一樣多啊 真的是 富邦表示沒欠你 那裝備穿一穿 整體來講這個裝備組 以一個前排敏捷角色來說 算是不錯的裝備組啦 那但是一樣就是老狀況啦 被官方硬是降低了一些數值 為了怕 大絕 得到大絕之後數值太爆炸 那我們的諾克薩斯斷頭台啊 務必先把這招先點滿啊 這招是他 所有的傷害生存的本錢 都在這了 這招諾克薩斯斷頭台先點起來啊 不是諾克薩斯斷頭台啦 哇 人真的是ㄎㄧㄤ了 諾克薩斯獲免權 至於這個梗 我們之後再來解釋 突然就變達瑞斯了 達瑞斯是腐王啦 啊 什麼 沒有啦 開玩笑啦 那另外這兩招老實說 好像差不多耶 這兩招輸出技能感覺差不多啊 所以接著把這招反擊風暴點起來吧 對啦 那這招就真的是他自己叫反擊風暴的啦 沒有我沒有硬要講啊 對 那這招反擊風暴的同時 具有他的 同時是他的生存招跟一些續航的招式存在啦 我在講什麼 生存跟他的那個 回復能量算是進攻啦 回復能量算是進攻啦 他一個狀態技跟生存技啦 那其實剩下這兩招極限閃擊啊 極限閃擊跟聖光圖刺差不多啦 意思差不多啦 那極限閃擊 因為有帶控制 但是他的控制 他的控制 是他的傷害有 他這招的傷害啊 有額外一個條件的 所以傷害不是那麼可觀 但是看在他有控制的份上 會先優先點滿這個極限閃擊 最後是聖光圖刺 聖光圖刺就是單純破甲拿傷害的而已 然後附帶了一點點的流血效果 所以大致上 技能點人的推薦 一十二三 一十二三 塔羅牌部分 塔羅牌部分 猩猩惡魔皇帝 以一個前排 老實說啦 現在角色啦 我們還是會想要最大化他的傷害啦 所以猩猩 也不是不能考慮 但是會建議 惡魔優先 那皇帝就 相較起來比較沒有那麼有用 對 就一樣 那 至於寵物的部分嘛 寵物的部分比較適合的應該是那一隻誰來著 突然想不起那隻叫什麼名字 人真的是ㄎㄧㄤ的 黑沙龍啊 黑沙龍會是比較適合的寵物啦 對啦 畢竟有一招 有一個有黃金狀態的磨免跟一招回血啦 而且又是敏捷蟲 會相對比較適合這種敏捷的前排角色啦 沒錯啦 那 其實 話剛剛都說得蠻清楚的了 稱號叫五四銀的角色 很難搶到哪裡去啦 為什麼會是五四銀剛才解釋了 就是因為那個 就是因為這招 該死的榮光對決給的buff太強了 所以 那個 屬性都被砍下去了 那屬性被砍下去 榮光對決的buff你要拿得到啊 拿不到 那他就是屬性上非常有短板的一隻角色 那 要怎麼跟人家競爭 你還要在屬性上有短板的情況下 去想辦法完成榮光對決的任務 很拚啦 我只能說很拚啦 可惜了一隻模組跟圖都不錯的角色啦 好啦 以上就是這影片內容 喜歡的話都幫他按讚 點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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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 那什麼意見或想要告訴我都在下面留言 那我回家 我們下期影片再會囉 掰掰